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广告系列与其他营销活动相关联 帮助你确定PPC广告系列的效果 运行PPC技巧 在你的PPC广告系列中 加入否定关键字 使用冰山效应可以更好的控制 你的PPC广告系列 密切关注转化与销售情况 用CTA课量访客的意图 使用微型PPC转换 将较大的转换分解为较小的部分 加入否定关键词 正如有关键字和搜索字词 决定了你运行的每个PPC广告的位置一样 你可以在广告系列中明确省略关键字 这些称为否定关键字 它们会提示你的广告平台 避免在用户输入这些搜索字词时 生成的结果页上放置你的广告 以下是Google的一个事例 在上面的搜索字词事例组中 Google广告上的广告客户 已选择将其广告投放到搜索字词 Blue Tennis Shoes和Running Gear的SERP上 但不是Blue Running Shoes Shoes Running和Running Shoes 这使得广告客户避免正在搜索这些产品的受众 因为它们正在寻找类似 但广告商实际上不销售的东西 使用冰山效应 使用冰山效应来更好的控制 你的PTC广告系列 你最终付费的搜索字词 以及你实际定位的关键字 并不总是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排列 我们常常看到冰山效应在起作用 表面下方的各种搜索字词被添加到 我们认为在广告系列中正常运行的关键字上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效果不好的搜索关键字比例 可能看起来像这样 以下是一个 ZSKAG搜索字词报告的情况 并不是说这些搜索词都不好 而是每个搜索词都有不同的转化率和销售率 通过将它们保留为搜索字词 而不将其转换为关键字 你将永远无法控制它们 将你的PTC广告系列提升到新的水平 搜索字词列中的所有内容都与关键字列匹配 使用SKAG策略 通过将搜索字词 与关键字比率降低到1 一 你可以更进一步 从关键字到广告执行 也是如此 关注转化率与销售情况 随着你的PTC战术升级 你的PTC广告系列应该提高转化量 并为你带来更多收益 但是你知道哪些关键字 受众群体或展示位置 实际上会让你赚钱吗 通过实施Google的Value Check参数 你可以在访问者转换时自动跟踪网址中的数据 如果你不跟踪你的广告组成部分 你可能不清楚应该在哪个部分集中你的火力 了解这些类型的详细信息 可以帮助你了解应该在哪些方面为你的销售付出代价 这样你就可以更积极的对这些关键字 受众群体或展示位置进行出价 通过这种PTC策略 你可以减少对销售没有贡献的领域预算 并分配到对销售有贡献的领域 用CAT温标测量访客意图 以下是一些建议 让你的报价更切合你的访客 你的访客意图越温暖 CTA就越热情 来自显示网络的流量 可能会响应较冷的CTA 因为这些访问者处于感知阶段 分析微观PTC转换 找出PTC广告系列 哪个部分导致转化瓶颈的有效方法 是分析微转化 假设你正在运行一些新的Facebook广告系列 但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转换 但是如果你知道访问者平均在你的网站或目标网页上停留了4秒钟 那么你就知道你的Facebook广告目标定位可能不适用 定位错了 与其认为需要调整的是广告或登录页面 还不如调整你的目标 以下适用于分析转化路径的一些常见微转化类型 你的访问者在你的网站上花了多长时间 如果时间很短 则转化问题与你的目标网页设计无关 问题发生在较早阶段 例如广告系列或定位选项 你的访问者在目标网页上向下滑动了多远 如果他们没有向下滑动很远 也许你需要一个较短的着陆页 其中你的CTA应该折叠在上方 如果他们滑动得非常深 那么可能是在页面底部包含额外超清晰优惠细节的好机会 访客是否放弃了填写表格 如果是这样 请尝试测试不同的格式 并添加包含更多表单字段的多步骤 着陆页 测试不同的CTA按钮颜色和副本 可能是你获得更大转换的关键 通过格离微转换 你可以了解需要转换的确切位置 这可以帮助你快速缓解问题 并实现更大的转换目标 无论是解决冰山效应 跟踪销售与转换 测试CTA温度 还是分析微观PPC转换 每种PPC策略 都可以对广告系列的效果 产生显着的积极影响